求图形周长 用公式法或平移法都很难解决 有老师教你个妙招 你先想清这样一件事 在坐电梯的时候 你上去了多少米 如果想回到原处 同样也得下降多少米 这道题也是同样的思路 先找一个起点标好 让小蚂蚁沿着这些直线去爬 标清方向 标好方向之后 我们要记住 所有朝上的线段之和 等于所有朝下的线段之和 朝上的有谁呢 7、8、5 7加8加5等于20 所以所有朝下的线段之和也等于20 再接着看 朝左的线段只有这一条是15 所以朝右的这几段线段之和也等于15 接下来你要注意 所有朝上的线段之和 与所有朝下的线段之和是相等的 那上就是7加8加5等于20 所以下也是20 再看朝左的线段只有一条是15 左是15 同理右朝右的所有线段之和 肯定也是15 那最后周长 把它们四个数加在一起就可以了 像这种不规则图形求周长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用上山下山法 数学学得好 方法很重要 关注我 我是刘老师 明镜段之和